最近大家,其实前几天才跌完航空股 就怕疫情有升温 现在是否初步判断是利好那边的消息 可以刺激到股价多些还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追这些航空股 我觉得如果现在追就可能会有点迟 因为整个版法其实很消息主导 亦都是令到炒得很短 很多时候可能会像昨天这样 你一说暂缓一些熔断 又夹一下 但是夹完一下又怎样呢 例如今天打后还有没有新的政策防宽 才能否再推上去 甚至如早两天这样 突然又来找回疫情又反复 又回回一些 变成是来来去都是这样很短的一个上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以这些位置 例如国泰为例 先追上去就难说 还有没有明显的水位 虽然它的势是漂亮的 因为始终我觉得从年初至今 其实国泰已经升了很多 由年底去年底六个岭 其实现在是八个多 大概一百复苏 这半年升了三成多 其实已经偷步反映了复苏的事件 因为很多次估计行先实际的事件 大概三至六个月 所以如果以这个半年这样的升幅推敲 的确可能半年至9月后 其实整个航空业是慢慢的机会复苏 因为近期是国泰国的取态 甚至像香港也好 虽然方向还是动态清零 但是在很多环节上是稍微有缺的 所以整个航空业是慢慢的复苏 有这个机会 当然部份可能会缓慢 但是有这个方向 所以股价已经偷步反映了这些因素 所以这一刻如果再追下去 只适宜短炒一点为主 纯粹觉得势比较漂亮 但如果比较想中善一点 是继续迫着复苏 是持续出现的 那一定是等回才买 因为虽然过去这个势比较漂亮 但这半年也是有回过再上回过再上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可以这样去做 虽然你说真的比较中善一点 我宁愿等可能留下100元以下 才慢慢去吸收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让你选择 选择国泰去吸纳还是中资航空股呢? 如果我自己选择 我宁愿选择国泰 反而这一刻 因为内地航空股 说真的那几只不是不好 但因为譬如南航、东航 本身都多一些国内的航线 但国内航线一向都是在复飞 或者没怎么再停过 所以对于他们的炒复苏 其实弹力就不会特别强 所以我认为 要等开通国际 对 所以如果你认为选择国际 可能国航会好一点 但这真的需要少许拼的心态 因为内地对疫情的取态 严格来说比香港还紧一点 可能随时都会收回 所以对于国航来说 可能变化也会大一点 是 对于国航会 对于国航会 不想念 对于国航会